本週就要過年啦 先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紅包裡頭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千元大鈔啦 上一週有跟各位預告 我們本週的主題就是在一千元上面的鳥類地質 地質是台灣體型最大的特有種鳥類喔 對台灣的生態地位十分的重要 想必也是大家一輩子都在追求的目標啦 今天就帶著大家跟我們一起拉近與地質的距離 影片開始之前 我們將付費的知識內容免費的科普在這個頻道當中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對台灣生態有興趣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會錯過我們每一週的最新影片喔 太神奇的捷克馬上開始 地質是一種台灣的特有種鳥類 主要是吩咐在阿里山、玉山、雪霸國家公園跟泰魯閣國家公園當中 山區是這種鳥類時常出沒的地帶 熊鳥它全身上下是呈現寶藍色具有光澤的藍黑羽 尾巴是藍黑色的帶有白色的橫紋 而羽毛對比十分的亮麗喔 此鳥為了富裕下一代有明顯的保護色 大多是呈現橄欖色 尾羽具有黑色橫斑 跟熊鳥比起來相對就比較沒有那麼突出 這種鳥類時常跟藍富賢搞混喔 最容易分辨的方式大家可以從他的腳來觀察 如果他的腳是紅色的就是藍富賢 如果是黑色就是地質喔 藍富賢的頭上也會有一撮白色的毛 但是地質是沒有的喔 地質屬於一種幾乎冰臨滅絕的畸形物 智科鳥類 有些人也會叫這種鳥迷霧中的王者 體長大約70到80公分 他們更厲害的名字也被叫做台灣地質 不過這種鳥類是怎麼被發現的呢 其實在1906年有一位英國的鳥類學家 來台灣的阿里山採集鳥類資料的時候 無意間的發現原住民頭上 居然有兩片非常漂亮的羽毛 而這兩片羽毛非常吸引這兩位鳥類學家注意 這位鳥類學家回到英國的時候 便開始了一連串的研究 才發現這個羽毛是台灣特有種的新鳥種 到了同一年1906年11月的時候呢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採集人員 在阿里山附近採集到的20隻地質 後來也在1907年發表在學術界 也在1912年把活的地質送到了歐洲 這個鳥類其實是不容易在野外被我們發現的 牠喜歡生活在比較陡峭的森林中 雖然這種鳥類很稀有 但是吃的東西跟我們熟知的雞很相似 牠會去吃一些蚯蚓啊 昆蟲啊 螞蟻啊 或者是去吃一些植物的嫩芽啦 果實啊 作為主食 地質領域性很強喔 通常是獨來獨往的 就在繁殖期的時候才有可能會見到成雙成對的出現 3到7月是這種鳥類的繁殖期間 每次大概生5到8顆蛋 也常常躲在樹洞或者是岩穴當中 幼鳥會在28天左右孵出來 根據鳳凰谷鳥園的資料 1966年 鳥類保護協會 將地質藍複賢列為瀕臨絕種鳥類 一直到民國73年 行政院也依據了文化資產保存法 將這兩種鳥類呢 列為珍貴稀有急需保育的動物 最近一次的新聞報導 發現出現地質的地方居然是出現在宜蘭的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當時的溫度只有零度 但是沒有降雪 早上8點有高達300個遊客入園 在森林遊樂區當中居然看見了地質的出現 讓許多見到這個狀況的遊客都覺得又驚又喜啊 也因為當時的溫度非常的低 太平山森林遊樂區的地面也都結霜 漂亮的美景跟珍貴的鳥類相互對應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畫面 這種鳥類也被叫做國鳥 也是因為有這樣子的原因 又非常的珍貴 更是台灣的特有鳥類 所以被放在1000元大鈔上面 變成了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鳥種 但是想必大家還是都很想要看到那張印著地質的藍色紙張啦 其實對於這種物種的保育之路也是有些坎坷 之前有發生過家犬攻擊野生地質的案例 也曾經因為山林的開發還有人類獵捕的種種問題 而讓這個物種瀕臨滅絕 後來才經過多方人員的努力還有保育才讓數量有增加到1萬多隻 除了剛才提到的地點之外 在台灣的中部大雪山也有可能會觀察到地質的出現 這也是為什麼在這些山林總是有許多拍攝鳥類的愛好者 守候著非常長的時間 就為了看一眼這種鳥類的增積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林物局有加強推廣賞鳥舞不取 不驚嚇 不引誘 不追逐 不破壞 不捕捉 在觀察野生動物的同時 也要謹記生態保育的重要 千萬不要驚嚇到野生動物了 2016年的時候有一位民眾在台中大雪山拍攝鳥類的時候 為了要拍到更好的畫面 放了一些鳥的聲音 或者是拿食物餵食野生的鳥類 這個看似不怎麼樣的拍攝舉動 其實已經觸法 最高可以開罰30萬元 還有人會在地上撒飼料把這些地質給養肥 甚至在這個地方還有大雪山養雞場的稱號 不過這並不是一件好事 這些野生動物會開始對人類失去戒心 還有可能會吃下不適合他們吃的食物 嚴重地影響了野生動物的正常生活 為了保護這種鳥類 你願意花多少時間呢 讓人很難想像的是 人類為了要富裕這種美麗的地質 富裕這個物種竟然花了30年的時間 例如去畫舍呢 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保護區 維持生態領導 或甚至嘗試尋找專家進行人工繁殖 後來也終於在IUCN從禁為鳥種 變為低秘訣風險 台灣大學也在2018年的時候 首度的完成了地質的基因體解碼 站上了國際的舞台 也為地質的科學研究寫下新的一頁 今天的影片為各位介紹大家肯定喜歡的鳥類 我們也一起了解了關於地質的生態 還有曾經面臨的生態危機 這真的是一種非常值得我們保護的物種 面對著重重的挑戰還有環境的難關 在2020年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人類比較少接觸到大自然的時間裡 台灣許多野生環境當中的許多的野生動物 也都是在這個時候有了喘息的空間 數量跟野生動物的活動狀況得到良好的提升 也算是野生動物的幸福時光 雖然現在大家已經開始正常的活動了 不管是到大自然裡頭 踏踏青、賞鳥 也都慢慢地恢復成以前的狀態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保護這種鳥類的重要 也千萬要注意不要因為好奇心而不小心犯法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給我一個喜歡 你也可以訂閱這個頻道並且開啟一下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 我是愛台灣的傑克 跟我們一起了解更多台灣的生態故事吧 我們抓到很多人家外 licence 等一下 你會繼續拍攝嗎